大家好,这里是老范讲故事 今天我们来讲一个话题叫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简体中文的YouTuber 最近的一些简中的YouTuber反对 说他们的最近数据出现了剧烈的波动 点赞和回复的人数并没有变少 但是播放的数据比平时少了很多 播放数还倒着涨 就是前面看 比如说有一定的播放数了 然后过了一个小时以汉 少了一半 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首先这是有一个信息检防 在这个信息检防下面 我们其实只能看到简中人回答的问题 只能看到简体中文圈的YouTuber 反馈的各种问题 其他的问题我们是看不到的 那些说日语的 说法语的 说英语的人 说人家数据变没变 我们其实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简体中文圈的人 说他们的数据变了 外面的消息传不进来 当然了 这个也确确实实是简体中文圈 遭受的打击和针对 要相对来说比其他的语言要多一些 按照我来解释 为什么会多一些的原因 首先咱们先讲讲说 为什么会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第一个就是大型分布式的这种互联网服务平台的数据统计 它就是不准 它有一个侧不准原侧 这个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种分布式系统是什么叫分布式系统 就是说我服务器有很多个分布在不同地方 比如说像我们用YouTube YouTube的服务器是非常非常多 它可能在全世界各地都有服务器 每一个人去看YouTube的时候 你会从最近的一台服务器上面去得到服务 然后你的观看数据 你的观看的动作 都会在最近的一台服务器上进行记录 当我要去看说这条数据 这条视频有多少播放的时候 它需要干嘛 需要把全世界所有的这些服务器上的数据加在一起 才能知道你现在到底有多少人在看 那么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 叫前台后台 后台是我可以从 叫studio.youtube.com的网站上 看到的后台统计数据 前台是谁呢 就是每一个人看到我这条视频的时候 现在都有 说这个视频现在播放了多少次的一个数据 对吧 这是前台后台 那么当每一个人去看到我这条视频的时候 要去知道统计数据的时候 说这条视频到底播了多少次 那么如果在这个时候 YouTube向所有的服务器发信求 说把所有数据交出来 我来算一个 对吧 那直接YouTube就崩了 这是不行的 他们会定期的去算一下 所以他经常不是特别准确 就是那后台的相对来说会准确一点 因为后台请求的数量没有那么多 对吧 而且后台因为我们拥有这个频道 我们会更关注这个数据 所以后台的数据相对前台的数据来说 实时性要高一些 前台这个数据你也不能说他不准 只是实时性差 就是他可能是几分钟之前的 或者几个小时之前的这个数据 一般是几分钟吧 不会那么长时间 他是这样来的 后台数据来说要稍微新那么一点点 其实即使是后台数据 我们从不同的这个界面里面看到的数据 他也是不一样 他也是会有一定的差异 这个是这种分布式系统 他就是这么工作的 如果每一次去查询的时候 我都把所有的数据搜集在一起 他就崩了 那怎么办 他就是通过一种叫缓存的方式来工作 什么叫缓存 我查了一遍了 我查了一遍说这个视频 这个现在是多次播放 他把这数算了一次 放在这个服务器上 在这往后 比如说一分钟之内 还是两分钟之内 所有人想去看这个数的时候 他就不再查了 他直接把这个缓存的数拎出来 给你看就完了 对吧 这样他就可以极大的减小网络的消耗 以及服务器的这种消耗 就极大减小了 如果比如说一个是网页 或者这个视频 这个一分钟之内 他有一万个人看 那么他如果真的是需要 每个人都想非常精确的知道 说现在这个视频到底有多少播放量 那他就需要一万次 把所有YouTube 所有的服务器上面的数 都收集上来加在一起 这个事是非常非常恐怖的 这是不可能的 那么他们工作的方式就是 在本地做一个缓存 算完了以后 在这一分钟之内 就使这个数了 过一分钟我再算一个 然后再去有人查询的时候 我再给你这个数 对吧 这是一种缓存工作方式 但是他就不太准确 一些小的错误 这个才是换取整个互联网平台 高效 高并发 低成本运作的一个基础 为什么这么讲 比如说我们到银行里头 我想知道我账号里有多少钱 他一定会给你一个极其准确的数字 差一分钱都不行 为什么你多出一分钱 少出一分钱来 他都有问题 对吧 这是不允许的 互联网系统 他就是会给你一些这种 让你可以接受范围内的这种小错误 像刚才我们讲的 就是我们现在想看一个数据 这个视频播了多少次了 但实际上可能是一分钟之前的数据 不是最新的数据 它是在银行里是不允许的 但在互联网里这是很正常 甚至互联网会经常利用很多 很多那种小的披露和这种叫做 可以容忍的这种当机来去降低成本 来去提高并发 那你说这个都当机了 你怎么提高并发 很简单 比如说我在淘宝上买东西 然后我一按提交 然后说对不起东西没了 或者说那个 说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 请你再提交一次 实际上后边干嘛 后边当机了 对吧 你再提交一次可能就过去了 但是你可能再提交一次 告诉你这东西抢光了 对吧 这个事都是有可能的 在这个银行里边 允许的 在互联网里头 我们就是靠这种方式 来去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 好 那么简中 为什么经常会出问题 经常会被针对 这个问题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是有梯子的问题 因为很多的我们的用户 实际上都是通过梯子 在看我们的内容 最近是有一些梯子 其实不太稳定 从昨天开始 就有一些梯子不是特别稳定 那么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这个就是现实如此 我们只能是跟梯子一起去生存 共存派我们是 那么这个梯子发生不稳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就是有一些用户突然就流失了 比如说到某一个重大的节假日 或者某一个重大的庆典 突然发现我们的数据量陡降 这个数据就没了 用户就不来了 他给我们推荐的很多的用户出去以后 推荐了很多的展示 然后大家不点了 他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那么导致什么呢 YouTube的推荐算法就很摸不清情况了 说什么情况 这个人的视频原来很多人喜欢看的 他的用户一下子都没了 对吧 实际上这些人就是梯子塌了 没爬上来 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甚至有些人会干嘛 就是说这个梯子塌了 换一个梯子呗 那么他会发现 我们经常会有一些用户 在不同的国家来回飘移 甚至是一分钟之前还在中国 一分钟以后到美国了 再一分钟以后到日本了 他是这样的这种飘移方式 不是那种 我需要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 才能到美国的 他是可能每秒钟 他都在飘移来飘移去的 那么这个就会引起什么呢 引起YouTube的怀疑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个用户 经常在不同的国家飘移 就是你有可能是机器人 或者说你有可能 你的账号是异常的 那么这个就是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是什么问题 就是YouTube经常会讨厌 这种飘移的用户 因为我到底应该给你推荐 哪个国家的广告 因为YouTube是靠广告活着了 对吧 你今天在中国 我就不给你看广告了 对吧 然后你到美国 我给你看美国的广告 到日本 我给你看日本的广告 对吧 到新加坡 我给你看新加坡的广告 第一个就是说 它的价格不一样 美国的广告可能贵一些 日本的广告贵一些 印度的广告就很便宜 另外一方面呢 比如说你明明是在这个美国 对吧 你不会讲日语 他给你看了一对日本的广告 那这个不就百浪费钱了吗 浪费了这个广告主的 这个广告预算 对吧 你看了一对日语广告 你完全没看懂在说什么 哎 当用了大家的时间 然后也浪费了人家的预算 这个事是 对于YouTube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所以经常有用户在这个 不同的国家之间飘来飘去 是YouTube很讨厌的一个事情 然后还有一些问题是什么呢 有一些用户啊 会使用免费的梯子 免费梯子呢 这些梯子经常是被污染的 待会我们来讲 为什么叫被污染的 或者呢 就是被标记的 这个梯子已经被标记了 这是一个梯子节点 所有从这个梯子节点出来的人 都在这个强国 然后呢 我们就不给他看广告啊 YouTube也会有这样的啊 处理方式 所以呢 啊 他们对本身对这个减中用户 就比较敏感啊 或者说整个的YouTube的推荐算法 对减中用户来说 就不是特别友好 因为我们对他也不是特别友好啊 这个事是相互的 这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中国人实在太聪明啊 爱钻空子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有一种东西呢 叫群控机器人 有兴趣可以翻一翻 我前面有一期讲群控机器人的这个视频 对吧 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把很多很多的手机的主板 开出来以后装在一台机器里头去 通过脚本来控制这些这个手机 然后它是模拟成手机 去做一些动作 那做什么动作呢 比如说我到这个YouTube里边去看视频 比如说我录了一条视频了 我用一堆的这个群控机器人去看 那看了以后 其实可以起到几个作用 第一个最简单的作用 就是骗广告费呗 我把这个视频都看了一遍了 他就要这个YouTube要付给我广告费 这是一种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叫骗推荐 怎么叫骗推荐 当他发现有很多人就要上来看这个广告的时候 不要看广告 看我的视频的时候 他就认为我的视频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然后呢 YouTube会给我配这个叫做推荐的这个次数 然后呢 他认为这个视频大家很喜欢吗 那我就推荐更多的人来看呗 这叫骗推荐 然后还有骗什么呢 就是骗他们这个叫做搜索排名 因为经常说 现在比如说查的GPT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 对吧 那么我去讲很多很多的查的GPT的内容 大家就喜欢看 但是有一个什么问题 你搜查的GPT这个词的时候 到底谁排前的谁排后头呢 对吧 那我希望我的内容排在前面怎么办 我就可以靠这个群控机器人去点击我的视频 他呢先到YouTube的这个APP里边去搜索查的GPT 然后呢 往后翻翻翻翻翻翻翻 终于翻到我的内容了 然后点击去看 那么这个呢 就告诉YouTube的搜索引擎和推荐引擎说 以后每一次去搜索查的GPT 或者有人去搜索查的GPT的时候 这个是这个想这个人啊 更喜欢去看我的这条视频 对吧 这个叫搜索引擎优化 但是这是作弊的方式啊 这是作弊的方式 是这个就是中国人喜欢干这样的事情 或者是有一些吧 这个中国人啊 这个中国团队吧 在做这种事情 甚至他们还干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使用梯子啊 那你说本身这些群控机器人就是要用梯子的 那么他还会用梯子干嘛 就要刷不同国家的广告 对吧 我今天比如说刷了这个美国的广告 后天我去刷德国的广告 再后天刷日本的广告 他会干这样的一些有趣的意思事情 那么这些国家的广告贵嘛 对吧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然后呢 还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YouTube呢 其实一直在跟这些人在去做斗争啊 现在可能据我们听到的一些信息吧 就是这些人大概从YouTube 已经骗走了几十亿上百亿的美金 对吧 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YouTube也很痛苦了 我支付了这个存储的成本 支付了流量的成本 最后钱被你们骗走了 这个广告主啊 交上来的钱 他展示了广告 但是这些钱并没有为广告主带来任何实际的销售和实际的转化 这个事情同时在损害YouTube的这个经济和YouTube的商业信誉 所以YouTube也很痛苦了一个事情 所以YouTube对于简体中文的这个up主呢 其实做过很多的动作 包括像冻结账号 什么清除数据 前面好像我记得是在2002年还是19年的时候干过一次 就是把很多的中文up主的这个关注数直接清空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关注 但是让这些关注都是机器人 然后呢就直接把这些关注都清了 甚至导致一些生活在美国的一些up主 然后去YouTube去闹事说你怎么就可以去做这个事情呢 对吧 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他讲到这样的 其实前面留了一个尾巴 对吧 就是说有些节点是被污染的 就是如果大家使用免费的或者是一些梯子 那么他会被这个YouTube所特别针对 是什么情况 这个梯子可能是被群控机器人使用的梯子 你如果正好恰巧用了这只梯子 那么当YouTube去封杀群控机器人的时候 你可能也会被误杀 就是这个观众也会被误杀 包括我们自己的 比如说我的一些用户使用了这些梯子 那么他们观看的次数或者观看的这些广告呢 YouTube就可能就不再跟我结算了 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谷歌呢 每过一段时间就会升级算法去抓这个机器人 因为他确确实实实在不停了 从他身上吸血嘛 这个时候就经常会有什么情况呢 就是误判 对吧 因为他没法确定的知道哪个是机器人 哪个不是 做过这种叫群控机器人的人呢 他们也是在不断的跟谷歌去攻防嘛 他会比真人还像真人 对吧 就是我发现你这个拥有什么什么样的动作的人 可能是机器人 因为谷歌是通过这种一开始简单的 就是一些特征算法 比如说一个机器人上来以后 直接输入网址就去看视频 然后再输入一个网址去看视频 再输入网址去看视频 因为就是他直接知道一个很长很长的网址 youtube.com斜线 一个特别长的一个网址 那么这种就是 这个人如果一直是这么看视频的 那他有可能是机器人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判断 有些人说 那我们就不这么干 我们先打开youtube的主页 然后去浏览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模仿真人的动作 他会不断的去把这个动作收集起来 然后呢 说你符合某些特征的 就可能是机器人 他会这样的去判断 但是在这个判断过程中 竟然会有误判的情况 所以每一次谷歌呢 去升级他的这个抓机器人的算法的时候 都会有误伤 误伤也不用太担心 去申诉 一般都能申诉回来 或者你像我们这种youtubeup主 就是我们去更新内容的时候 我们也不用去申诉 他可能过个这个几天 过个一个礼拜 他就会把这个数据重新算对了 再给你重新补回来 这个事是不用特别担心的 像我以前就遇到过 就是他可能还不是把当天的数据给你弄错了 他是过了大概三五天 他把你的数据直接清了 说这一段时间你没有播放 也没有这个任何的收益 然后也没有这个关注的上升 这个就很奇怪 比如说我正常的应该是每天 比如说有个这个一万次播放 有个多少这个收入 可能过了个三五天 他把那三五天之前的这个数据清没了 然后你不用管他 这个就是可能过个这个 一个礼拜 或者过个多长时间 他给你补回来 他就是他把这个数据算清楚了 就给你补回来 待会我们来讲说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故事 他到底在算什么 这个里头会有一个 还挺有意思的一个点 那么这一次的事故 大概是怎么造成的 因为我们并没有得到 谷歌内部的官方确认 所以我们只能去猜 就如果是正常的这个同步延时 像刚才我们讲的 这是有一些缓存 有一些同步的过程 他也没有那么快 延时了 这个数据会出现偏差 但是不会很大 也不会出现那种腰斩式的断崖下跌 比如说我现在有关注数 是这个两万多少个 然后过一会少了两三个 然后过一会就加回来了 这个事情我们是能够遇到的 这个是其实很正常的数据波动 就不用管他 你也不用去申诉 也不用管这个事情 但是这一次说 我过了一个小时以后 一下播放量少了一半 这个事情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 同步延时造成的 它一定是出现了一些异常情况 那么这个异常情况 有可能是几种情况 第一个 几天我们确实发现 有些梯子网站不稳定 而且是一些比较大的梯子网站 它是不稳定的 这个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数据 需要重算 或者数据有一些问题 因为一旦梯子不稳定 刚才我们说的 不是说从梯子走的人出不来了 而是说这些人 有可能会进入到一些 污染的梯子网站去 那么他们就 谷歌就可能认为说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的节点 所有从网站上走的人 都是机器人 突然发现有些人 转到网站上走了 走了这只梯子了 他就可能认为 你以前看的数据 都是有问题的 他会有一些这样的判断 这是有可能的 第三种可能是什么 就是谷歌可能最近又在升级 查找机器人算法 绕制一些叫数据策略 版本不一致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话你听着像一个互联网黑话 你可以认为它是一个互联网黑话 就是当我们去执行的时候 说哪个数算 哪个数不算的时候 比如你去看了一次 那么这个数算一次有效的 还是不算一次有效的 这个东西叫什么 叫数据策略 刚才我们讲了 它有很多很多服务器 那么它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 你不能说我保 看321更新 所有的服务器都使用新策略 它有的时候会什么 它有些服务器是使用的新策略 有些服务器使用的旧策略 所以有些数据在这个服务器上是算的 那个服务器上就不算了 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 但你说我是不是可以同步这件事 也可以 但这里头有一个什么问题 你可能有一些数据库 或者有些服务器 你去上这个新策略的时候 它崩了 它当机了 它就可能没有去 很好的去实现这个新策略 可能我继续再用一段时间旧的 那么就会导致这种叫数据 这个策略版本不一致 你用的是旧的 我用的是新的 那么这些数据 是不能合并到一起的 你用1.0版本的这个数据策略来算的数 我用2.0版本的这个数据策略算的数 这两个数如果直接加在一起 那肯定是错的 那怎么办呢 只能是说你那个数我先不要了 对吧 等你把你的服务器修好了以后 就升级到这个2.0的版本以后 再重新去厘清这个叫做原始数据 再把这个数据再加在一起 它是这个就是会出现这种叫大范围的数据波动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当然了 某些技术服务器突然当机了 或者是说出现了一些数据污染的情况 也是很正常的 像刚才我们讲的 它没有使用上最新的这个数据策略 这个数据就要被污染了 或者说我使用了一个 比如说这个数据策略最后我上去了 但是发现有问题 我必须要回滚 我2.0是更新了 更新完了以后发现里头有一个错误 必须回到1.0去 那么这个时候 使用2.0数据策略的那些数据就叫被污染的数据 你是不能用的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就 这个数据就会出现剧烈的波动 任何大公司都会有垃圾程序 就这个公司虽然很大 但是不能保证所有程序员的水平都很高 即使是很好的程序员 也会写出bug来 这个事是避免不了的 你不能说因为你是程序员好 因为你是大公司的 因为我给你付了很多薪水 你就不能写bug 这个事是任何一个程序员都不会承诺说 我写不出bug来 这个一定会有的 那么谷歌最近有没有做明显的升级 或者谷歌最近在做一些什么比较大的升级吗 也有 谷歌在干嘛呢 准备给他的开YPP 是什么意思 就是YouTube短视频 他给这些人做变现 现在我们都收到了一封邮件 就是说我们本身就是YPP YouTube合作伙伴计划 对吧 YouTube Partner Project 我们都是这个成员 因为通过YouTube变现 要去签这个YPP 他说后面这个YouTubeShot 这个YPP上来以后 就是YouTubeShot的 这个YouTube活动伙伴计划上来以后 希望我们这些原来的UPP可以 YPP可以去同意这个东西 我已经收到邮件了 但是呢 我还没有收到我的YouTube 这个studio.youtube.com上面的这个 叫做什么呢 还没有收到上面的这个通知啊 让我去点这个同意的这个按钮 现在我还没看到 所以YouTube最近在做一个比较大的升级 未来做短视频也是可以有收益的 所以有可能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升级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bug 出现了一些bug 导致了一些比如说需要升级 需要回滚 或者需要做什么什么事情 这个是有可能的 最后呢提醒一下 就是如果有人收到了通知 一定要第一时间点同意啊 因为后面的话可能是 就是我们还是会拍一些短视频 也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收益吧 最后最后啊 跟大家提醒 只要我们做的内容啊 就是比如说像我们是YouTuber 我们做的内容是真心实意的去做的 不是抄袭的 不是搬运的 不是偷袭取巧 自己也没有任何的作弊行为啊 我没有去雇佣这个啊 这个叫做什么群控机器人啊 也没有去做一些这种奇怪怪的事情 就不用特别担心 到时候就可以申诉 就真的搞错了 就申诉 申诉基本上还是可以搞定的 在谷歌这一点上做的还可以 好啊 我们今天呢 就跟大家讲一讲 最近啊 YouTube后台的一些数据 发生了巨大波动 可能是出了线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为什么经常这些事情 都是针对简体中文YouTuber的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点 好 今天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听 帮帮帮点赞 点小铃铛 参加我们Discord讨论群 也欢迎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 再见